浪哥,我们僵尸,之所以不能拿下城镇中心,是因为我们僵尸不会敲门,没办法进入房子里面。 江王博士希望控制城市的电视中心,让僵尸们上电视,这样就可以通过电视进入室内了。 呃,通过电视进入室内? 蛤? 你们以为你们是真子吗? 唉,算了算了,懒得跟没脑子的僵尸计较,浪哥喜欢刺激的战斗,冲。 嘿嘿,看来我们的先锋队员,橄榄球僵尸,已经准备就绪了。 那就,开整,第一站,占领公园。 呀哈,兄弟们已经冲得这么靠前了。 哼,这战况激烈啊,那我也要加入。 橄榄球机枪。 僵尸冲动。 我打。 加个护盾。 哎呀,迷洋队员活力都这么强。 我去,兄弟们,你们都这么猛吗?浪哥都还没看到公园呢,你们就已经占领了。浪哥也是好面子的人啊,给我点表现的机会呗。 呃,这是个什么东西? 哦,原来是我们僵尸帝国的卫星天线。 看来江王博士是想利用这些天线来控制电视台啊。 哦,那就来吧,我需要先去占领玉米捡饼殿。 想当年浪哥还住手过这里,现在居然变成了攻打的一方,这真的是石锅境迁呀。 我打,我打,看来我们僵尸帝国的战斗力还算强啊,基本上就是势无破毒,很快就能占领了。 呀哈,我被变成羊了。 不过,没有关系,玉米爹已经拿下了。 哈哈,下一战是博物馆。 不许,这是啥玩意儿,夏子兰哥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? 博物馆到了,火力压制。 加个盾。 蹲破了,往后撤。 不好,又被变成羊了。 快跑呀,不打了,溜了溜了。 哼哼,开个玩笑。 浪哥岂能做逃兵? 我这是看自己的血量不多了,战术躲藏而已,回归血。 并且你们看,我已经偷偷召到了敌人的后方,趁其不畏,齐齐他们。 爽。 过去,浪哥补缠,黄雀在后啊。 可恶,是我炮弹。 小植物们还想拦住我,不存在的。 太好了,已经站住博物馆了。 现在开始,防止植物门的反攻。 来吧,尝尝浪哥的大机枪。 来多少人都没有用,我占领的地方,体能轻松的就让你们躲过去。 加油吧,兄弟们,要拿下了。 成了,拿下。 复活一下队友,下一个任务是,占领住三个广播车。 然后江湖博士会通过这个广播车,来把信号传输出去,让我们所有的僵尸上电视。 哈哈哈哈,冲呀。 不好,又这个坚果投尸车。 烦人呐,虽然我的走位很风骚,但是队友都是傻憨憨,他们可不会走位。 那浪哥只能带头冲锋了,把小车都交出来。 因为植物有三辆广播车,所以他们的防守,会分散到三个车附近。 这样的话,我就可以轻松的先站住一个。 现在,开始侵入。 占领完毕,B区的广播车已经拿下了,现在去抢C区。 拦路只有死路一条。 这,好烦啊。 而且,我们刚抢的广播车,也被抢回去了。 哎,太折磨人了。 我打,我打。 啊,可恶的食人花呀,把我吃掉了。 继续冲,不能放弃。 哎呦,疼疼疼。 没想到,我居然也正被坚果砸到。 我的队友们已经把A区C区的车占领了。 现在,我只需要夺回壁区就行了。 nice,轻松搞定。 但是,上传数据需要时间。 如果我们还不停地想要夺回去,我得争取更多的时间。 我打。 啊,浪哥又倒下了。 看来,得用一个灵活的僵尸了。 PT闪电僵尸,出动。 占领C区成功,现在去A区。 不用管敌人,占领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。 拿下了。 数据,传输完成了。 哈哈,终于赢了。 三个广播车的数据,发放到了电视塔里面。 看,电视已经有反应了。 乌云,不是吧,还真能通过电视进入室内? 这也太不科学了吧。 看来我们僵尸阵营是有点东西的,佩服佩服。 好了,小伙伴们,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 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